好 接着看到玉立分局 4月4号傍晚是接获了报案 说光复录有店家遭到破坏 那么警方到场后发现 店内的储物柜玻璃破裂 以及冰箱有不明的凹痕 那么也立即启动鹰眼小组 并且集结了优势警力 那么在周边是盘查可疑人车 来防止恶毒的冲突 那么也经过了相关的激震 在一个小时内带回了两名的嫌疑人 以及取回犯罪工具的暴震枪 一把塑胶弹丸三颗 玉立分局4月4号傍晚 货报案称光复录有店家遭破坏 警方到场后发现店内储物柜 玻璃破裂以及冰箱有不明凹痕 立即启动鹰眼小组病 集结优势警令 在周边盘查可疑人车防止恶毒冲突 经过滤进相关激震 在一小时内带回两名嫌疑人 以及取回犯罪工具 震报枪一把 塑胶弹丸三颗 即取回犯罪工具 震报枪一把 塑胶弹丸三颗 那本局绝不容许暴力事件发生 对于四类案件 将会起起来办理 严正执法 并对知识分子 逐一建党防治再犯 那本案将依这个恐吓 毁损等罪嫌 来移送法办 预理警分局绝不容许暴力事件发生 对于类案件将会积极办理 严正执法 并对知识分子 主义建党防治再犯 本案依恐吓 毁损等罪嫌将犯嫌 移送法办 记者高雄雄预阵采访报道